当你得知自己的好兄弟突发意外去世了 你会是什么反应吗 康奈尔内心十分愧疚 因为他一直没有回复好朋友给他发的最后一条消息 因为好兄弟的离世 康奈尔患上了抑郁症 他每天都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哭泣 甚至无法安然入睡 好友的葬礼上 他见到了许久未见的玛丽安 这是时隔一年后两人第一次见面 他紧紧地抱住了玛丽安 一旁的女友海伦也只能迎合 葬礼上 康奈尔的眼神都注视着玛丽安 这样女友海伦非常不理解 他问康奈尔 为什么没有将她介绍给自己的好友认识 而康奈尔表示抱歉 因为这只是个葬礼 可无论康奈尔怎么解释 海伦心里一直清楚 他内心深处对玛丽安的感情是无人可以替代的 第二天 海伦向康奈尔提出了分手 他说自己真的很在乎康奈尔 可两人已经走不下去了 接下来的几天 康奈尔不断地出入心理辅导机构 在心理医生的调节下 袒露了心声 他觉得高中的时候 同学们看上去都很喜欢他 可毕业了之后 他并没有那么受欢迎 而唯独只有一个人 在任何方面一直很支持他 不断给他鼓励 这个人就是玛丽安 心理治疗过后 康奈尔依旧无法安然入眠 他把这一切情况都告诉了玛丽安 玛丽安让康奈尔开着视频 将电脑放在床头 看着用功学习的玛丽安 康奈尔睡得十分安稳 you're away なんです ame 有一天 自己ア kasih 偿 夸